独自打拼的疲惫深夜 有一种声音 守候着你 陌生城市的茫茫人海 有一种温暖 陪伴着你 无法诉说的情感困扰 我们 为你疗伤之余 每个迷茫无措的夜晚 我们在这里 也为星辰 也为你 我是陈一 我是陈墨 每周四和周日晚 我们在这里等你 本节目由酷尔音乐独家播出 欢迎点击订阅 生活很苦 我们要甜 这里是陈一的心灵诊疗室 嗨 晚上好 我是陈一 最近你过得还好吗 是不是在忙着考试 忙着毕业 忙着工作 我 当然是忙着想你啊 天气热了答应我 要好好照顾自己 如果觉得太累的话 记得来找我 我 喂糖给你吃 今晚的第一课糖 来自一位叫小野的听众 他在我们公众号 后台留言说 前段时间 我在闺蜜组的KTV 聚会上认识了一个男生 他唱歌很好听 后来男生 主动要了我的微信 开始的时候不怎么聊天 偶尔会讨论一下天气 以及某家新开的店 后来我们开始了 早安晚安的问候 每天吃喝玩乐 包括当天 做了什么也会和彼此分享 不舒服的时候 他也会送上适当的安慰 总感觉有意无意地 习惯了彼此的存在 有一次我们几个去游乐园玩 他带我玩其中的一个项目时 突然盯着我认真地说了一句 你笑起来真好看 我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他闹着头笑了起来 我们认识了这么久 也没有对彼此表露过心意 他这么说是不是喜欢我呀 我算了啊 这样的男孩子实在是太可爱了 从他说这句话的表现 以及他的动作中 能看得出来 他是喜欢你的 遇到这样的男生 一定要好好珍惜 其实大部分女孩子都有过和小野类似的疑惑 那个每天聊天 经常送上贴心关怀的男生 是不是对自己有意思 一般来说 女生遇到爱情的表现是勇敢 男生遇到爱情的表现 则是怯懦 当男生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 会情不自禁地 想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 分享给你 他能够和你谈心 不是因为他找不到人分享 而是因为你对他来说很重要 但整个过程会比较慢 因为他会小心翼翼 就像我朋友之前喜欢一个女孩子 迟迟没有告白 他说因为要好好考虑 能不能和女孩在一起 能不能给女孩带来快乐 他说对自己而言 恋爱是件慎重的事情 有句话说得好 人世间有三样东西藏不住 贫穷 喷嚏和爱 如果一个人真的喜欢你 总会在不经意间 对你表露出来的 也许是一个关怀的眼神 一句温暖的话 一个细微的举动 就拿你笑起了真好看 这句话来讲 男生能说这句话 说明他真的很喜欢你 他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是开心的 没有任何压力与负担 同样他这样说 也是想让你一直保持好心情 每天都可以很开心 可能他的喜欢不会直接告诉你 但你一定能够从他的话语中发现 他喜欢你的痕迹 就比如你干嘛 等于我想你了 你怎么了 等于我很关心你 你吃饭没 等于想和你一起吃饭 所以啊 如何判断一个男生 喜欢不喜欢你 没有标准答案 自己用心去感受 每个人性格不一样 考虑的问题也不一样 在处理感情的方式上 也会不同 听完小矣的故事后 希望你也会遇到这样一个 真心喜欢你 在乎你的人 今晚最甜的糖 留在最后了 给你讲一个睡墙故事 听完要乖乖睡觉 在蔚蓝的大海中 生活着一条可爱的小海豚 它有一只拥有魔力的 海洛克 那是他参加游泳比赛的冠军奖品 这只海洛克能为拥有者 实现一次愿望 小海豚一直没有使用 因为机会 只有一次 有一天 小海豚像往常一样 趁着涨潮的时候 游到礁石区去玩 忽然 他发现周围的深水区 有几条鲨鱼 不过 这拦不住他 小海豚轻松地 就摆脱了鲨鱼 游进了潜水区 这只小海豚听到了 呜呜的哭泣声 小海豚向着哭声游去 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海龟 小海龟的前肢被鲨鱼咬伤了 陷血之流 只能躲在潜水区里 但那些鲨鱼 还在周围水深的地方 等待着潮水上涨 小海龟的处境非常危险 小海豚一连想了好几个办法 都不能解决这个危机 唯一能够救出小海龟的办法 就是立刻治好受伤的前肢 然后躲到教室后面去 而这个办法 只有用魔法海螺 才能够实现 可是魔法只能用一次 给小海龟治伤了 小海龟自己的愿望 就不能实现了 眼看着随潮水 渐渐逼紧的鲨鱼 小海龟下定了决心 拿出了魔法海螺 他紧紧地捧着海螺 心中默默地 许下治好小海龟的愿望 只见七彩的魔法海螺 发出耀眼的金光 照射到小海龟的伤口上 小海龟的前肢完全恢复了 失去神力的海螺 变得暗淡无光 在小海豚手中 无声地裂开了 化成了坟墨 消散在大海中 小海豚虽然失去了 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 但是却一点也不难过 因为急遇是最幸福的 好了 时间不早了 答应我 别熬夜 明天 继续加油 本期问诊就到这里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 乘一 乘是路程的乘 一是一二三四的乙 在后台回复诊疗 把你的疑惑留下来 每期 我们都会对大家的留言 进行诊疗 节目的最后 送给大家一首歌 来自张玄的喜欢 愿你喜欢她的时候 她才同样热烈地喜欢你 生活很苦 我们也要甜 我是承一 承一的心灵诊疗师 每晚一刻当 把你入眠 晚安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些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些深刻理错 还不懂这一秒钟 怎么举动 怎么好好的喝水牵手 那寂寞 有些许不同 不跳着留下没说 那生活还过分激动 没什么我已经以为能够把握 而我不再觉得失去是舍不得 有时候只愿意听你唱完一首歌 在所有人十一非的景色里 我最喜欢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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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快懂这一秒钟 怎么去懂怎么好好和你过 那寂寞有些许不同 我跳着留下没说 那生活还过分启动 没什么我已经以为能够把握 你知道你曾经让人被爱并且经过 毕竟是有着确确的能给的沉默 在所有被想起的快乐里 我最喜欢你 而我不能再觉得失去是舍不得 有时候只愿意听你唱完一首歌 在所有人是已非的景色里 我最喜欢你 而我不再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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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不再觉得